两人手收碰自己 可以了 大伙坐在椅子上 双手互相紧握 另一只手去触碰 不同的导电部位 没想到竟然可以发出声响 透过这张音乐碰碰椅 让人体可以导电的这个概念 具体呈现在大家眼前 另外这个看起来 有点像球拍的装置 合掌上下摩擦后 会感觉手上有润滑液 这么神奇的体验 原来它是利用人体皮肤的 错触觉 就是它会瞬间摩擦之后 双手会有一种润滑的感觉 会很像有一个bubble 有泡泡或是那种洗洁器 在手上那种滑溜溜的感觉 到现在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你现在摩擦还有吗 现在还有一点点 真的喔 那会有一点点 是错觉吗 对对对是错觉 由国立清华大学科技艺术研究中心 策展的有AdSteam互动探索 结合了19个创意作品 将电 磁 光 水 空气 视觉 声音 力学 化学等原理 透过互动装置与艺术设计的手法 让数学 物理 化学等学理知识 可以被看得见 也可以被操作 那有AdSteam互动探索展的话 主要我们是运用 就是说把一些物理化学这些东西 不管是光 电 池等等水 那我们用一些互动装置设计的方式 那它每一件作品的话 就是说有一些素理的东西 那它可以被看得到 可以被操作的 那大家借着动手做 操作的方式的话来理解 然后产生后期心 展区另外一边是美感教育平台 整合计划 利用穿戴装置 探索主视觉 扩增出计划内容 或是利用协力滚球台 多人合作扫描QR Code 认识美感平台计划的 四大特色内容 那今天在我们这个 MakerFairy这边 所展示的有三个 相关的一个展品 我们是有跟美朋友套圈圈 还有这个协力滚球台 还有一个美的视角 那特别这个美的视角 跟这个美感套圈圈 是用这个AR的技术 然后来做一个 宣传推广的一个内容 那这次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 比较新兴的科技 跟科技跟艺术连结 然后把这个平台 很好的一些成果跟内容 把它推广出去 清大科医中心 期待透过展览 引导孩子们动手探索 从玩耍中学习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与创造力 同时让美感教育 更能够深入民众的生活里 记者陈密伦 游翔亭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